我听他们都说 今年就是气候特别的特别 就是说上半年 也是什么历史最高温 你像刚才 等于是北边南边 都是这个 都在降雨 而中间的话 比方说北京 华北地区 又是史无前例的这种炎热 这恰恰 刚才我们在上一个 代表里面所讲的 富尔德高压 富尔德高压 本来正常的有两次北跳 那么中国的降水 是渐次由南向北推进的 因为富尔德高压它热 我们知道 它从南方来的 带来的热量 带来的水分 但是仅仅有水气 没有遇到这种冷凝 是不会形成降水的 就像我们大家都有这种感受 看在我们的开水壶开的一样 为什么尚未会凝结 尚未冷 热欲到冷 所以当富尔德高压 由南向北 一直推进的时候 那意味着北方 在它的前面 它的北沿 就形成了降水 这是中国的整个的 从四月份 一直到八月底 降水的全部的因素 在这 但是今年很奇怪 今年最奇怪的呢 是富尔德高压 比往年都强大 第一次北跳呢 很弱 它没跳得过来 很快呢 它又是第二次北跳呢 又不明显 所以它在一直呢 这个富尔德高压 巨大的范围 基本上排行在 黄河 淮河流域 以及我们的华北地区 我们所以出现了 像我们华北广大地区 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高峰 而在它的南端地区 长江中下游 包括像四川 包括像这个地区 我们刚说的是 在我们的季风区的 另外一端 它本来这个季节应该是 进入到所谓的富汗 因为我们知道 长江中下游地区 每一季节结束 很快就是富汗 这是对我们国家的农业生产 当地的生活影响最大的 往年这个季节 像长 武汉 南京 都是出现巨大的高峰 但是今年没有不明显 对 我看新闻说 过去说的四大火炉 就改了 改了 今年你看到的是像 北京天津 对 我们趁机可以 就是好好讨教讨教 就是说 因为我很想知道 就是说 像你说的这个情况 历史上应该是 就是不是一个短期 是在这样一个状况 那么历史上 所造成的这个危险 或者威胁 跟今天我们所看到的 危险威胁 是一回事吗 今天因为它强度很大 这个富汗的高压 它范围太大了 因此形成了两头降水 这也就是东北地区 持续了这么久 因为东北地区 按照正常的 我们的历史上的记录 它雨季没有开始的这么早 也没有这么强 而且雨季很短 很快整个降水就吃得住下了 在中国大陆 今年因为富二代高 老在这顶着 事实上它两边都在降水 北边是来自北方的 这个西风 所带的冷空气 然后跟这个 富二代高压 那这个又跟什么 就是你说这种强的这种 富二代高压 这就是正常的气候变化 我认为这都是气候变化 你觉得是正常 气团的一种变化 你觉得是正常范围 因为我们在讲正常跟非正常 你的参照器是什么 你认为什么叫正常 什么叫不正常 这都是我们人 我们自身的感受而已 那你从我们媒体这里 看出来的 不光中国 好像全世界都在脑灾 我给你看看这个图片 你看最近的这个 你看这是塞尔维亚 你再看下面 这是莫斯科 莫斯科着火呀 这一森林大火 这个全国就 到现在还 到现在还已经威胁到莫斯科了 对 离莫斯科还有20公斤 对呀 就是说是全国400多个着火点 你再看下面 这是着火之后这鸡呀 你这变成了烧鸡 你再看下面 这是在巴基斯坦 这个 导致1600人 至少1600人死亡 这个也是水 15000人大火 不是 扒着直升机 这些灾民 扒着救援直升机 要求救援 你再看下面 这个双科 曾经是南极科学考察队的 这是格林兰 就是现在崩出来一大块 这个大冰 穿的大冰块 说是有四个曼哈顿 那么大 形成力大 科学家也是 你什么时候看到 我看到这样的 这个报道了 他们说这也是全球高温 造成的这个 全球应该说 环球并没有同此凉日 有些地方很热 有些地方也依然也是很冷 你再看一看现在南极 看看现在的南半球又怎么样 据说今年的南半球是特别冷 是 所以 他的观点 我得给你介绍一下 就是咱们一般说 全球气候变暖 什么温室效应 我发现双科一直固执的坚持 不是某些科学家说的那样 我的观点是在于说我们不能以偏盖权 我们这样的事实我们都承认 但是这一个点 比方说刚才那个冰盖 看到了格南南冰盖绷解 意味着什么 能代表整个格南南冰盖都在消解吗 仅仅是冰山之一角 格南冰盖有多大 你这样三个曼哈顿洞才有多大 相对于那个来讲真的是叫九牛一毛的面积 但那不反映全球气温上升吗 首先我在质疑的说能不能代表格南南冰盖 你都未知你都不能有力地告诉我能否代表 更和谈对全球有代表意义了 但是我们就承认这一点 你这种观点还是跟格尔的那个观点是相反的 因为我们认为科学考察了 或者科学的数据必须要说 你告诉我你这个事实 你那图片是否有代表 你代表了什么 你代表你这个地点 我承认着 但是如果说你这个冰山之崩裂代表了格南南 代表了北半球 代表整个地球 你要告诉我为什么 你逻辑在哪里 恐怕你讲不出有道理来 那格尔拍那个片子 其实已经讲了很多道理 他讲的他的道理 跟刚才看那个片子的一样 还是一样的 就是还是一个 一点待面 对一点待面 而且你这个点是否有代表性 那是你筛选的 为什么你不去筛选 现在很冷的地方 哪很冷 现在哪很冷 现在南半球很多地方 南半球就非常冷 所出现的是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低温 为什么没有媒体去关注这个 所以我说 有报道 有报道 大概在很多人没有注意到 比方说文涛都没注意到 对 做我的节目都没有注意到 时间末日要来 对 因为这次正好 就是我怎么关注了 是因为南非世界杯 南非世界杯 你看那个 就是坐在旁边 那个主胶链什么的 都穿的那个很 据说比叛赛之后更冷 是 他甚至认为 就是所谓咱们一直讲的 说人类活动 到底对地球的气候 有多大的影响 你认为不可高估 那个影响是微乎其微的 我们会承认这一点 就相当于说 我们三个人坐在这 做这一期节目 我们三个人 每个人都在使劲地说话 我们都在发出热闹呼吸 对这个房间的温度有影响 我认证 但是你说对北京市 我们仨人 因为我们在这 凯凯而他 发出很多热闹 对北京市温度 有多少影响 你告诉我 有多少影响 对于全中国有多大影响 人的作用好比这样一比 对这个房间的影响 我承认 但是我还会怀疑 现在65亿人呀 那么有多少台空调啊 多少台汽车呀 就是这个我很难想象 就是你说那个 就是你拿那个 我们三个人 在这个房间里头 就是呼吸 所以科学家才讲的 一个叫热闹效应 城市的热闹 温度差了多少 比方北京市的城市 中心区跟郊区温度 差出三四度 这巨大的 这叫热闹效应 人的影响是